空其所空有其所有 说到空最后最终的归宿是在有 那空中的空是什么呢 空中的空是自信空 当体即空 也就是在缘其有的 当下的种种有法 这一些都是无有自信的 当体即空 刚才提到说空中跟有中的差别点 第一个观空不同 那空中是自空 也就是刚才提到的以辞法有故 我们说到这个有法 缘其有法的人事物的各种有法 说有法此法即空 也就是缘其无自信 诸法必尽空 以此法有此法即空 这是他的利论原则 说有而即空 空而即有 虽说有但是归结于哪里 归结于空 这个是空中 也可以叫做自空 那有中呢 是主张的是什么呢 他空 这个他空是什么呢 就是死法是空 但是有一个语法是怎么样呢 不空为他的利论原则 也就是说 他主张 空者不有 有者呢 是不空 虽说空 最后归结于什么呢 归结于有 跟空中的 虽说有而归结于什么呢 空 所以他最终的归宿点不同 有中的归宿点是什么呢 有 比如说为是 他的有是什么呢 他的空是什么呢 亦他其性不空 原诚实性不空 那如来藏呢 他讲什么不空呢 真如不空 真如又分为真如 这个不空 不空真如 还有讲什么呢 空真如 好 所以呢 空中跟有中的差别点 第一个归宿点不同 一个归于空 最终归于空 一个最终归于什么呢 有 观空的方法不同 这两类 那有中跟空中呢 他的观法有所差别 有中有两个系统 也就是如来藏系 跟为是系 他的内容呢 也有差别 所以呢 有中也分为两个系统 那为是系呢 是重思辨 重分析 重思想 重事项 重认识论 虚妄为时的认识论 但是如来藏系 重直觉 重中和 重理性 他重什么呢 他重本体论 那空呢 他的内容 其实呢 一词 有多意 大概有两个含义 空呢 他含有什么呢 第一个离子 第二个呢 显理 离子呢 就是离去 我们的烦恼 离去我们的 我子 这个是从否定来说 显理呢 从肯定来说 显出空里 所以一个从否定 一个从肯定 有时候我们要去理解 这个空的内容 我们要知道说 空有两个意思 离子显理 两个合起来呢 就是急破而显 就破这个而显出空里 破除什么呢 破除我们的自信见 而产生 政见的空里 好 他的内容呢 既否定他 否定错乱的执着 那又不爱他 所谓不爱他呢 就是 缘起 信空 信空缘起 信空也不爱缘起 所以空意当中 也含有两种性质 第一个否定他 第二个呢 不爱他 空意非常的广 那内容呢 也非常的多 我们今天要讲的 大圣三系的空与有 那空中的中观呢 是彻底的 必尽 一切法空 有中的有呢 又分两个系统 那这是大圣三系的 他的一个修行 有这三个方法 那大圣法呢 是在佛法当中 一个重要的修法 我们修大圣 无非就是 一语这三个系统 那我们在这几节课呢 可能大家 有点感受到 他的难度 但是没有关系 佛法呢 只有累积 没有奇迹 你不会突然就开悟了 如果你突然开悟呢 那个就是误会的悟 那佛法的累积是什么呢 累积文师修的质量 这个文 我们从师则空理 子官修我空法空 我空观法空观 断除我执法执的 这一些自信件 而去入于诸法实相 所体正的是什么呢 体正的是空性 体正的是涅槃 体正的是无为 好 我们今天呢 要跟大家讲解的 大圣三系的空与有呢 内容非常的丰富 第一个呢 我们讲到观空而正空 从文师修正 所正到的空性 涅槃无为 用不同的方式呢 去诠释 佛告诉我们 要去职 要正得的离职正真 离职正真 正到的空性涅槃跟无为 那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了解空性 空性的内容 刚才提到了 有离子跟弦理 一破一显 急破而显 那空呢 它的说明呢 急真急显 也就是说 空的说明呢 它可以用遮浅的方式 可以用显现的方式 但是 我们体悟到的诸法实相 诸法空相 照理说 这个空性呢 我们体悟到的真理呢 应该是什么呢 非空非有 无所谓的空不空 有不有 但是呢 为了显现这个真理 彪跃指 我们要指向 这个真理呢 恶空所显 顺理世俗呢 它就有两个内容 这个空有时候 我们会用油跟空 来去说明 比如说 我们讲的 为世所讲的 原诚实 原诚实呢 是体悟到的空性 是吗 所以我们说它是空 但是呢 刚才提到说 有中的有 在三性当中 空去的是片济子 但是 依他起跟原诚实是什么呢 是有的 所以呢 原诚实 又是空性 也就是极空而显 那 这一个空性呢 在有中来讲 说它是有的 好 空中跟有中呢 我们会比较大圣跟 这个升文 那我们大圣呢 空中有中呢 就是三个中派 中观为世如来藏 那这个三性呢 也可以从 圣意皆空到 庙有不空 这个 有中的差别呢 就是在这个 不空的地方 因为 中观 一切法皆空嘛 那有中 哪一些是不空呢 刚才提到说 如果以 为世的三性来说 为世学是 依他起性 跟原诚实性 不空 那 如来藏呢 依他起也空了 但是他的原诚实 的真如实性 是不空的 这个真如实性呢 如来藏 他用什么去说明呢 用众生 清静心 众生 的清静心呢 在如来藏当中 他提到说 众生皆去如来 智慧得相 只因无名烦恼 不能证得 无名烦恼呢 是克 真如的 自性 清静呢 这个 智体 这个智体 本智 具足 无漏性 的 功德 好 所以呢 呃 我们说 如来藏系呢 是本体论 好 三系 空有的差别呢 有空心派 旺心派 跟真心派 那也可以分为 呃 这个不吉派 太过派 不吉派 只有 太过派 直空 好 这个属于有中的 那空中呢 是散取空有 这个是 中关系 那这个三系 那这个三系当中呢 我们也可以分为 原起论 跟本体论 还有呢 三系的空有 维四系 真常系 中关中的空跟有 我们这边呢 也会做说明 十四项 有中的空 十五十六呢 空中的空 有中的空到底是什么 十四跟十五 十六呢 我们会做比较 那空中它为什么叫空中 它 利润的一个重点呢 原起无自信 破这个自信值 这个自信值有三个 直 实有性 直 独存性 直 不变性 世间的有违法 没有实在性 实有性 没有独存性 没有不变性 那其实呢 中关所讲的 破除 这个自信值呢 也可以说用三法印 来 破除 这个三个值 那 我们提到说 有中有两个派别 一个是旺心派 一个是真心派 旺心派 在 经历论里面呢 它是重论点 真心派的真常违心呢 是重经点 那 这两个 有中呢 它都是属于违心论 那有中的差别呢 主要呢 是一于 流转生死 跟解脱还灭的所依 它依的是什么呢 为事依于虚妄生灭的事 这个事呢 是阿赖也事 为事无尽 那 真常违心呢 是以真常的清静心为本 好 那我们 今天呢 所要讲的内容 大圣三系的空与友 那讲到这个空与友呢 我们主要 从观察 缘其友当中 去体悟到 毕竟空 所以我们要 观空 才能够正空 那这个观空呢 我们要从加行 加工用行 这个加工用行 文师修 听闻 空理 师则空理 修呢 修止观的时候呢 修我空观 修法空观 我 无有自信 法 无有自信 因为我们有这个自信值 值有什么呢 刚才所讲的 实在性 实有性 独存性 不变性 这一些 你去观察 破我值 观察外在的一切法呢 也没有一个实在性 实有性 自成性 所以呢 我们从 闻 听闻 空法 我空法空 师则 子官当中呢 修我空观 跟法空观 先得法助治 后得涅槃治 闻师修 修子官呢 子官双运 断烦恼 正解脱 我们要从加行 进入现观 现观呢 就是正 正呢 它有能正跟所正 能正的现观 从现观当中 我们要得到涅槃治 得到真理 的体悟 所以现观 要观什么呢 观我空 跟法空 佛法说空呢 他有体验的方法 也就是 观空的方法 观空的方法论 观我空 跟法空 那我们如果呢 我们如果呢 能够有正见 听闻 正思维的思维空理 正确的实践 实践呢 修我空跟法空呢 就可以体正 如实之见 体悟到真理 这个真理是什么呢 真理就是我们 所证悟到的 大家注意了 约空有说呢 它叫做什么呢 空性 就是我体悟到空性 我体正到空性 那这个体悟 跟体正呢 跟没有体悟 跟没有体正的 差别在哪里呢 比如说井水 没有体悟到的 就是你看到井水 体正到的呢 你就是喝到什么呢 那个井水 但是我们现在 有没有喝到井水 没有看到 没有喝到井水 但是我们有没有 看到井水 模模糊糊 不能说没有 也不能说什么 也不能说有 因为我们的 这个理解这个空法呢 有可能错误 那这个如果理解空法呢 错误呢 这个影响就很大 那我们在经论里面 有提到说 临起有见如须密 不起空见如戒指 就是说你如果生起那个空见 那就 这个要体悟呢 就很难了 好 所以我们所正到的真理呢 约空有说呢 叫做空性 那约生死涅槃说呢 叫做什么呢 涅槃 我们正到的空性 我们正到的涅槃 约有为无为说呢 记是什么呢 无为 这个无为呢 如果以据色论呢 无为三个 唯是无为六个 这个无为呢 三个叫虚空折灭 非折灭 那个折灭呢 就是透过智慧简责 而得到的极灭涅槃 好 所以从无为 也可以讲到说 这个涅槃 那涅槃呢 它也是一个无为法 好 比如说我们四圣地里面 灭地呢 是什么呢 灭地就是 有为还是无为 灭地是无为 灭地是什么呢 灭地是涅槃 那我们要体悟到涅槃 一定要正到空性 所以 空性 涅槃 无为 这个都是我们在修 我空跟法空 而所正到的 那这个呢 也可以说 如果在 阿含经里面 先得法助治 我们从文思修当中呢 从元祈法当中 观察元祈 无我 得到这个无我观 在广观一切 菩萨广观一切 为了度一切众生 广观 广观 无量的 成差 那 了知一切法 皆空无自信 好 这个是从 观空而正空 从家型的文思修 我空观 法空观 而正得 空性 涅槃无为 在空的说明当中 可以用离子跟显礼 离子呢 就是破 显礼 显出空礼 这个是礼 所以在空当中 一个用语 它怎么样呢 急破而显 急破而礼 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有烦恼 我们要空去烦恼 空去烦恼呢 是离子还是显礼 离子 离子取 离子着 所以我们说 空去我们的烦恼 体悟到空性 体悟到空性呢 是什么呢 显礼 所以注意了 空呢 它有离子显礼 它同时怎么样呢 急破 而显 就是它的破跟力 是同时啊 是吗 那有时候我们会 站在地边 有时候会 站在哪里 破边 但是空的本身呢 它是怎么样呢 急破 而显 这个急破而显呢 它就有两个含义嘛 对不对 第三个含义是什么呢 其实空呢 是不可说啊 不可说有 不可说空 有几个含义呢 空可不可说 体悟到的空性 可不可说 说不清楚 讲不明白嘛 你没有喝过那个井水 你能讲出井水吗 说一句变错嘛 对不对 所以空本来是不可说 但是为了令众生 体悟空法 所以要不要说 要说 要说的这个空法 又有两个意涵 哪两个意涵呢 离子 显礼 所以呢离子是破 急破怎么样 而显 所以这个空 不容易理解 不容易理解 你看空不可说 体悟到的空性 体振到的空性 心形楚灭 源于道断 离民直相 离心缘相 离一切相 不可说 所以呢 新经里面提到说 无苦极灭到 无字 亦无德 无苦极灭到 是无事胜地 是吗 体悟到的那个空性 一切诸法必尽空 这是体悟者的 所以呢 有的人说 这不是讲到 无苦极灭到吗 无苦极灭到 无事胜地 这是体悟到的 胜者的境界 凡夫的境界 要不要有事胜地 要有事胜地 要有因果 要有业报 但是体悟到的 真理呢 它是一切法皆空 好 所以呢 不可说而说的空 有恶意 这空呢 它有恶空极灯 跟恶空极灭 也是在说明 这样的内容 恶空呢 就是我空跟法空 极灯 它就是一个真理 这个真理呢 如果站在胜利地 顺与胜意呢 站在最高的胜意呢 佛直说什么呢 无自信空 也就是说一切诸法无自信 一切诸法毕竟空 所有都是空空空空空 但是众生听到空空空空空 它就可以体悟到空吗 它无法体悟到 所以呢 这个佛体悟到的胜意 直说的无自信空呢 它说实相非空非有 这个体悟到的 刚才提到的 体正到的 非空非有 无所谓的空不空 有不有 但是顺于世俗 恶空所显 刚才是恶空极灯 恶空所显 我空跟法空所显现的 那个空性 它是顺于世俗的 顺于世俗 度化众生 说空所显现 空所显的 它的一个性质 空性 两个 这个空呢 有时候说有 有时候说空 什么意思呢 我们所说的这个空性 如果离子 祭权 离子呢 就是离去这个烦恼 但是祭权 那个权呢 是表权的意思 言权 我们说权势 有没有 权就是权势 权势要不要说 要说 权势要说 既然要说 这个权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有 有这个空性的存在 有这个原诚实 有这个依他起 它是有的 空性所显的 原诚实 它是有的 第二个呢 空所显性 它的解释呢 叫既权离子 这个权 是要权势的 但是为了要离子 离去 直取 我直 发直 既然是离子 就要称为什么呢 空 空去直取 空去烦恼 所以 空所显 空所显性的空性呢 它从离子 称为有 离子 称为什么呢 空 所以这个空呢 又说它 是有 又说它是什么 空 譬如什么意思呢 譬如说我们说 众生的亲近心 众生的这个亲近心呢 这个 真如 实心 真如的自信亲近心 是有还是空 它是有的 但真如是空 所以 在空中 会说它的空 也会说它的什么呢 有 好 所以呢 空的说明呢 它有 站在体正边 有站在 权势边 它基本上呢 这边大概有三个说法 那我们看 这个 空中跟有中 如果以声文来讲 空中呢 的论点 比如说像诚实论 有中呢 比如 匹坛 阿比达摩呢 都是属于有中 大善的空中跟有中呢 我们前面也讲了很多 信空为名是 空中 中观 为是跟如来藏 虚妄为是跟真常为心呢 是什么呢 是有中 那这有中呢 既然有两系 就有它的论证说法的不同 前面提到说 为什么有三系 因为度化众生不同嘛 中观 它是度化什么呢 立根的五四巨主众生 也就是说 它的条件很巨主 五四巨主 什么是五四巨主 前面提到说 以众上品善根 以亲近诸障碍 以成熟相续诸善法 以多修圣解 圣解空性 以积极上品福德智慧之良 这样的五四巨主的呢 那这个是中观系 为说一切法空 五四不具足的 说什么呢 为是的这个系统 为无我具的 还有外道呢 指我的众生呢 就说什么呢 就说如来藏 好所以呢 会有这个三系 那这个三系呢 空中呢 前面也提到说 以龙树为首的中观系 龙树 提婆 等等 那有中呢 有中是 从弥勒菩萨 五着四亲 所发展的为世 那这 这两中呢 它主要以论为主 有中的 如来藏系呢 它主要是经 像嫩结经 圣蔓经 如来藏经 当然它也有论 比如说 这个保性论 还有大圣起性论 那这个系统的 有中到中国呢 就是 传承呢 就是天台中 华言中 还有禅中 那这个 三个系统 中观为世 如来藏 它的内容 也可以说 从 圣意皆空 一切法必尽空 到庙有不空 三系呢 一空 二不空 一空就是什么呢 一空就是 初期大圣经 的中观呢 它所要说明的 内容 空有无碍 空是真 有是属 真属无碍 这是信空论者 这是空心派的 空有无碍 那 由空 到不空呢 到了后期的大圣学 两个系统 唯一是 如来藏 唯一是偏重呢 真 无常生灭 这里是无常 这里是什么呢 真常 常住不变 这个是无常 这是生灭 这是极灭 那这是忘世论者 它说明 世俗不空 这个世俗不空呢 它在说明什么 刚才提到的 依他起不空 它讲到 依他起不空 原诚实不空 唯一是的不空 着重在这两个的 哪一个呢 着重在 依他起的不空 所以依他起 它是无常生灭的 所以它叫忘世 虚忘 生灭 世俗不空 那如来藏呢 它偏重 真常 极灭 它是真心论者 圣意不空 如来藏的众生 这个真如众生心 众生的亲近心呢 它是不空的 好 这个是 由圣意皆空 到妙有不空 三系的差异 那初期大圣经呢 它是在说明 一切法空 那我们看 刚才提到说 信空者通达 圣意地的必近空 那它在说明的时候 说明什么呢 圆起信空的 无碍中观 这个中观 也就是说 它在 圆起 圆起有跟必近空当中呢 互不妨碍 互不妨碍呢 这个有跟空 用什么把它结合在一起呢 用 无自信 在圆起的诸法当中 无有自信 空法有没有自信 也没有自信 所以圆起无自信 诸法必近空 这个空有 是无碍的 那 后期大圣呢 它的说明呢 我们看 信空呢 是通达圣利地的必近空 为事呢 它曰 骗记 无而说 就是 这个一切法空呢 空是空去什么 空去骗记执信 普遍计较执着的烦恼 这是要空的 或曰 三无信 说空 那世俗的不空呢 他讲到不空 他说什么呢 不空 约什么呢 依他起信 跟原诚实信 是什么呢 他是有 所以 这两个是什么呢 依他起信 跟原诚实信 是什么 不空 中观是一切法必近空 这个是世俗不空 所以呢 这个为事呢 它跟有不一样 依实 立甲 或是叫做 甲必依实 这个依实立甲 甲必依实呢 是什么意思呢 甲 比如说 请问一下 我 现在的我 是死法还是假法 假法嘛 甲必依实 那在为事学跟有不里面 他说 这个我是假的 但我是由五蕴构成的 那五蕴的色受想行事 是假还是死 它是死法 你不能说它是假法 如果是假法 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是为事学所说 所以呢 甲必依实 我这个甲我的我 必须依什么呢 死法 死法是什么呢 色受想行事 这个必须是死 所以甲必依实 或是称作依实立甲 死呢 就是色受想行事 它是死的 但是 我是假的 那这个呢 就是 这个世俗不空 但是一切法空呢 在珍藏者呢 它是看作诸法常住的实体 一切法空 圣意 它是不空的 比如说 我们说 讲到 珍儒的空 跟珍儒的不空 珍儒的空呢 就是空 所显现的空性 是空的 但是 珍儒不空呢 珍儒它是在说明呢 在说明什么呢 众生的自信亲近 众生的自信亲近 常住不便 空还是不空 不空 具足如来 智慧得相 心佛众生 三三无差别 这个珍儒的众生 亲近心 是空还是不空 站在胜利是不空的 所以一切法空呢 信空者 膨打胜利地的必尽空 一切法空在文字学 里面有两个不空 依它起跟什么呢 原诚实是忧的 那 珍儒呢 它的一切法空 看作诸法常住的实体 所以原起性空 世俗不空 圣意怎么样 不空 这两个是不空 一空 二不空 三系空有的差别 我们再分别 前面我们已经提过了 那这里呢 我们再复习一下 三系 信空为民系 是空心派 虚妄为士系 是妄心派 真常为心系 是什么呢 真心派 因为它的自信 亲近 常住不便 那刚才提到说 自空 自体 当下 当体极空 这个是 这个中观 说一切法 自信空 那这个有宗的 这两宗呢 叫做什么呢 他空 因为 这个有宗 为什么会 称为有宗 空中一切法 必尽空 有宗呢 说妙有 说什么呢 不空 你看 世俗不空 这里是哪里 圣意不空 但中观呢 一切法 必尽空 一切法 无自信 诸法 必尽空 空有 无外 好 所以呢 这个 三系 空有 差别 那 总结的说呢 我们再看 空于有 空中是自信空 当体极空 你观法法的当下 法法的当下的有法 当体极空 一切法空 这个是什么呢 中观 但是 妄心派的为室呢 他说 缘起的依他其信 不可空 依他其信呢 这个依他其信就是缘起信不可空 这个缘起信是什么呢 为室呢 室就是讲什么 阿赖耶事 不能说这连室都没有 那所以呢 虚妄为室 所以他讲 依他不空 那第三呢 第三系是 真心派 他说 真常性 不可空 真常性 就是如来 这样自信 清静的 这个真常性 有 无量的 清静功德 或是 后面会提到 称性功德 众生还用 无量的 清静功德 这个真常性呢 怎么样 不可空 真性不空 这个呢 是如来 这样 所以呢 这里也是讲到什么 一空 二不空 好 我们再 往下看 三系的空有 既然 我们讲到空跟有 比较之下呢 中观呢 他是属于 中道 的官法 他善取 空有 也就是空有无碍 在缘其有的 当下 法法 皆空 在毕竟 空当中呢 他的空 也不是断灭空 而是从缘其 无自信 来说明 所以呢 他是善取 怎么样 空有 中观的 观空 他是中道的 观空 他是善巧的 知空与 知有 一切空 不爱有 一切有 也不爱空 缘其有 必尽空 必尽空 而 怎么样 缘其有 所以 空有无碍 善巧的 知空 即知有 但是呢 有中呢 可以把它分为 不吉派 只有 不吉的为是 也可以说 他不能善巧的 知其空 在三性当中 他有几个不空 有两个不空 一他起不空 还有哪一个不空 原成死不空 所以 他不能善巧 知其什么呢 空 那太过派呢 直空 他只有一个 如来藏 自信 清净的 珍藏 太过的如来藏 不能善巧 知其有 这个如来藏 其实呢 就是 无我的如来藏 不能善巧 知其有 所以呢 中观 善取空 为是呢 不能善巧 知其空 如来藏呢 不能善巧 知其有 这个是三性的 差别 我们再从 原启论 本体论 两个差异 来看三性 原启论呢 也有两性 一个是中观 一个是我也是 我也是讲原启信空 原启无我 如果在 我们前面提到了 三法应呢 中观 原启信空 原启无我 偏重 说明什么呢 诸法 无我应 那为是呢 他讲到 原启 无自信 原启 自向有 原启的自向有 就是什么呢 就是 依他 其信 原启是自向 是有的哦 他不是空哦 那他的说明呢 也站在原启而说 中观 站在原启而说 偏重 说明 无我 那为是 偏重 说明什么呢 原启的无常 因为 虚妄 为是 是呢 是虚妄的 是生灭的 是无常的 所以 这两系 他偏重 于什么的 说明呢 偏重 于 原启 所以这两系 中观 跟我一是 他跟原始 佛教 所说的 原启 忠道 原启 无我 还是相近的 我们看第三系的 如来藏系 他偏于什么呢 偏于 本体论 这个 本体论呢 因为 他说明 有一个 真常 清静的 本体 或是 真心 而不是 清静的 所以呢 这个 如来藏思想 有融会 外道 泛教 的 本体论 有一个 真常 不变的 本体 那 这两系呢 基本上 比较 偏重 在 原启论 所以呢 中观 为是 说明 偏重 原启论 如来藏 偏重 在什么呢 本体论 这两个偏重 原启 这偏重 在 本体 那后面 我们会提到说 为是系呢 也可以 偏重 也可以说 偏重 在 认识论 认识论 就是他 广说 新王 广说 新所 新所呢 有 这个 五十一个 或是 巨色论 的 四十六个 偏重 在 认识论 偏重 在 本体论 在 第十二 十二项 跟 第十三项呢 我们在 说明 三系的 空 有 为是系的 空有 真常系的 空有 中观中的 空有 刚才提到说 我们提到了 前两系的 空有呢 我们用 三性来说明 这个三性呢 骗记直信 我们 在世俗 普遍计较 执着 错误的执着 我们叫 骗记直信 体悟道的 毕竟空性 叫原成实性 依他起性 是缘起 缘起 同两边 如果呢 你 没有佛法的证件 生起 普遍计较 执着 就是骗记直信 轮回 如果在 缘起法 当中 体悟到 他的 无常性 无我性 毕竟空性 就去入于 原成实性 在 为是系 当中呢 他 三性 他的 分别是什么呢 他的说明呢 是 骗记直信 一空 二有 依他起性 原成实性 跟原成实性 对 为是系 来讲 四理皆有 这理性 四项 都是有的 好 为是系的三性 是一空 二有 骗记直信 是空 依他起性 原成实性 是有 我们看如来 葬系 真常为心说 说一切 四项 都是 虚妄 是空 所以呢 四项 也是空哦 四项 的 依他起性 的原始 种种 四项 也是空 所以呢 如来葬系 的 依他 其法 也怎么样 也是空 所以呢 如来葬系 三性 是 二空 亦有 他的空 亦 说明 胜于 为是 好 这个是 两系 的 差别 好 所以呢 这个空 只有一个 有 有两个 正常为心 呢 的 有 他的 有 只有一个 空 有几个呢 空有两个 好 我们看中观的空 中观的空呢 扫荡一切 世俗地 一切皆有 这个 有 假有 这个假有 也是空的意思 缘起性空 嘛 世俗地 假有 则一切 一切无非都是 假有 那 一切都是 假有 就是涅槃也 如幻如画 也就 一切法呢 都是必 尽空 在世俗地 他都是 如实的 观 所以 这是世俗地 站在胜利地呢 中观呢 一切皆空 一切法皆空 好 效皆 虚说 虚说呢 世俗 一切 假有 一切 假有 你不能说什么呢 你不能讲 世俗有 世俗不空 也不能说什么呢 圣意不空 世俗不空 不空就是有嘛 对不对 依他其有 圣意不空 圆成不空 圆成死不空 他都必须一切 假有 才是彻底的 什么呢 空中 好 我们看有中的空 有中的空 跟空中的空 差别在哪里 刚才提到说 他必 假必依实 后面可以再加一个 依实立假 第二个呢 一切法空 他认为 有中呢 认为一切法空 是不了意的 反说呢 中观说 一切法空是什么呢 才是了意的 有中的空呢 他说 一法是空 一法是不空 也就是说 说到最后呢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不空 还有第四个 空其所空 有其所有 最终还是什么呢 还是有 第五个 是真空 最终说什么呢 庙有 还是有 第六个 主张他空 说到空 最后还是归结到哪里 归结到有 那 一二三四五六 都是有中 说明了什么呢 空 但是归结都归结到哪里呢 归结到有 我们看空中的空 空中的空呢 非遮拨现象的空 这个遮拨现象呢 遮拨现象就是 破坏世俗地 就是说这空 空去什么呢 世俗的因缘国法都没有 不是这样的 他说遮拨现象 既破坏世俗 抹杀世俗 他没有破坏世俗地 非遮拨现象 也就是说 他的空 没有破坏 原其有 第二个 非遮拨现象 而显有一个实在性 显一个什么呢 显一个不空的存在 如果有的话 遮拨现象 所显的就是什么呢 神话 玄化的神的别名 也就是说 从空 再显出一个不空 这样OK不OK 他觉得 这样是不同意的 好 所以呢 空中的空是什么呢 是自信空 而且是当体即空 法法即空 没有一个不空的存在 这样的空是什么呢 是空有无碍 也就是 是宛然显现处 这是有 原其有 即必尽空即 在与有的当下 观察 原来有是无自信 当体即空 即有即空 即空即有 必尽空即 虽然在必尽空当中 即是婉然显现 这个必尽空的空 不理原其有 这个空只能从原其有 而说明 也就是在原其有当中 没有实在的实有性 自成性 这些都没有 好 所以呢 我们在新经里面讲到 射即是空 有没有 空即是射 你看哦 宛然显现处 这是射 即 毕竟空即 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呢 毕竟空即 即什么呢 宛然显现 空即是射 这句话 就是这句话的内容 那也可以说 总归的说就是什么呢 空有无碍 在原其当中 体悟到必尽空 在必尽空当中呢 又不违背 原其有的理则 所以 空中的空 是什么呢 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的 空有无碍 好 好 我们算空中 空中的空 它主要是破自信值 我们说 我们都有自信值 这个自信值是什么 这个自信值总说是无名 那分别的说 自信值呢 它有值实在性 比如说我有一个实在性 你哪里有实在性 你如果有实在性 你永远 你就是你 凡夫就是凡夫 也不是好事一件 是吗 自信值呢 值实在性 值独存性 值什么呢 不变性 不变性也很麻烦 凡夫永远是什么 凡夫 那独存性 这个 世间的一切法呢 都是因缘和合 没有独存性 所以空中破自信值 破 值实在性 独存性 跟不变性 这个自信值主要的是实在性 寒瓜 不变性 跟独存性 那要破这三个自信值 自信值是一个 广说就是三个 可以用什么来破呢 三法印 你看我们大圣三系的说明 也是三法印 这边破除自信值 也是三法印 诸行无常破 破除值什么呢 不变性 从时间来看 诸法无我破除值 独存性 这个从空间来说 涅槃极境 破除实在性 好 空中呢 就是要破我们的自信值 破除我们的无名 破除我们的愚痴 那这样的自信件 这样的无名 这样的愚痴呢 也可以分为两类 与生俱来的 巨生自信件 还有后天的什么呢 分别自信件 这两类 好 这个是空中 破自信值 我们看有中两派 有中两派的特点呢 妄心派 重论点 妄心派就是 为是 虚妄为是系 如我们前面提到的 弥勒 吴佐 世青等 的这些 他们的著作为一子 那他重什么呢 虚妄为是呢 重思辨 重分析 重事项 重认识论 他用心事 的心王 心所 广说 五位 白法 所以他重分析 重事项 重认识论 以虚妄心 为 染尽的所依 染尽的所依 就是轮回生死 跟解脱 还灭的所依 清净法 是附属的 好 我们如果对照 真心派呢 这虚妄心就是 好 他对照是什么呢 真常心 这是 几乎是相反 哦 那真心派的 真常 唯心 如来葬系 他比较重 经典 编辑为经的题材 他重什么呢 重直觉 重综合 重理性 重本体论 重生自信 清净的本体 那他以什么呢 以真常心 为染尽的所依 所以这个是真心派 这个是什么呢 妄心派 那 杂然是课程 杂然是附属的 为世呢 清净法是什么呢 是附属 所以他在说法上面呢 有一些不同 那这个有中呢 也可以说 这两种都叫 唯心论 真心系呢 他是真常唯心论 唯唯心 那妄心系呢 是虚妄唯心论呢 他也是唯心 但是我们把它称唯事 那这个真心系的真常唯心论呢 我们就常常说三界唯心嘛 那唯事呢 我们讲万法唯事 我们常讲的三界唯心 万法唯事呢 其实呢 唯事跟唯心呢 它的内容是 基本上是一样的 它都是唯心论 那这边也提到说 跟前面一样 真常系以经为本 详语真常 真常经多 如赖藏系呢 根据主要是经 那妄心系的虚妄唯事 以论为本 详语为识 为识论多 为识系呢 根据主要是论 那我们再分别它的差别 虚妄唯本的 为识论 这一宗 它主要的 是以虚妄生灭的 依他其为本 这个依他其就是什么呢 就是 识为本 这个识是什么呢 阿赖耶识 所以叫虚妄为识 虚妄生灭的依他其为本 但是 真常为本的唯心论呢 始终以真常静心 静性 为不空 而且这个不空呢 这个自信清静心 含常有什么 含常有无量的称性功德 也就是众生心当中含有 无量的清静功德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好 我们今天呢 说明了大圣三系的空与有 那 有 他的一个 三系之间的一个 共跟不共 那既然有空中 既然有 一 二 二 一 一